这个Continue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前面的条件 如果为True的时候 它就跳过 就不去加总 实际上 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我们要加什么呢 加那个单数的加总 单数1加到99 但是如果要单数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Step2 意思就是说 Step2就是3 5791到99 全部加总在一起的结果是多少呢 全部的加总是2500 这是一种 第一种叙述 可是如果说今天呢 我不要用那个什么呢 Step2的方式来做 那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假设了 我不要用这个方法 那我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就用Continue 那这个Continue意思就是说 如果上面这个逻辑 如果为True的时候 那你下面可以增加一个If 如果那个I的词 我什么情况下跳过呢 就是当他除以2等于0的时候 这个这个是Person指的是求余数哦 就是除以多少 除以2之后等于0 E是有整除的意思哦 所以哦 当我比如说1 1过来 1除以2 于多少 于1嘛 就不整除哦 如果不整除的话呢 他就不会跳Continue 他就会跳什么 跳加 就是把它累加起来 那下一个的话呢就2 那2的话到这里的话 2除以2于多少 于0嘛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逻辑呢就为True 那为True的话呢 他就会跳Continue 那Continue的意思就是说 他如果为True的话 他就是不跳这个累加 而会怎么样 会跳回去上面这个回圈啦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OK 所以他就是如果上面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Continue就是不执行下面的累加哦 所以意思就是说啦 这个意思说如果能够被2整除的话 那就偶数啦 偶数呢就跳过 跳过意思说不得加的意思啊 所以这种叙述方法 跟刚刚的叙述方法 结果会是怎么样 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我把它仔细一下 那你会发现哦 这结果也是2500 那其实刚刚的写法哦 所以刚刚那个 斗点2的写法哦 跟这个的写法哦 是一样的 不过两个不能同时 写两个同时出现哦 没意义啦 OK 所以你会发现哦 Continue我其实用的比较少 几乎很少用到 不过至少是一个方法 你知道说 如果上面的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我就怎样能够跳过 OK哦 好这个是第一个Continue部分 这个 只要上面的逻辑为True 他就跳过 不会去做下面累加啦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Break 那Break意思就是说哦 一个回圈里面哦 我可以强制把它跳离 不是说一定要跑 比如说我今天呢 1到 假设我今天是 这个Range 本来是应该到99就停了 可是我后面这个Range 我到199 哎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可是我不要跑到199啊 我只要到99就停了 那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如果说哦 原来我们的叙述方法是 这边是到100 那刚好就是19 就是刚好1到99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这边哦 我的范围太大了 其实有的时候啦 可能我们也不确定说 呃范围也许到那里 可是中间如果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那我还是要跳离的话 你就可以怎么样 在中间哦 多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因为那个逻辑判断不是单一的哦 也许我今天就跑到那边 但是可能到某种情况中间 什么情况发生 那我就跳离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就可以在中间怎么样 加一个逻辑判断 那这个逻辑判断就是哦 如果I的值呢 他如果大于 因为他一直跳嘛 123456一直跳 跳到多少呢 如果当他已经大于99 等于还是会累加哦 所以99还是会累加哦 然后等到100了 100会怎么样 如果I的值已经到100了 那100的话有蛮大于就 有嘛对哦 所以他会怎么样 执行break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一样的是要按一个tape键 那break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就会跳离 目前的这个for回圈 就直接跳到princer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要累加1到99的话 另外一个叙述方法 也可以用break来做也是4950 如果你会想说 这好像感觉啊 刚刚多了这两行 倒不如这边加一个1950就好了 但是这种break叙述哦 偶尔会用到啦 就是说可能会有某一些特殊状况发生的时候 那你可以再加一个逻辑哦 那break呢不是说只有一幅哦 像fire违圈也可以哦 fire违圈里面呢 像有时候我们常写成是写一个那个 无穷违圈 然后里面的话 无穷违圈大概一直跑 跑到某一个条件发生的时候呢 那就跳离哦 ok啊一定要有一个跳离的地方 不然的话那个无穷违圈 那没有个出口哦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continue continue的话就是 像这个是如果它是偶数的话 就continue意思是说跳过底下执行的部分哦 ok哦 就是继续下一个啦 这应该continue应该怎么 下一个哦 这个就等于是 这个就不要执行哦 ok 那break的话就整个跳离 ok 那这个两个叙述的话蛮重要的哦 也许未来我们还会用到哦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就是如何输出那个九九层法表 不过那个输出九九层法表哦 难度就相对的比较高一些些哦 因为我们要做出来的哦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可是你要思考啊 跳到怎么刚刚好 它实际上可能会需要用到两个回圈哦 那回圈的话呢 前面这个回圈 可能由i来决定 后面这个回圈呢 后面这个数字呢 由tray来决定 所以可能我们会需要两个回圈哦 然后呢最后串接 中间的话呢可能会需要串什么呢 串一个x这个乘号 那这个乘号我用x来带一下 实际上就是一个字串 ok 然后呢中间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可以是一个tab 那tab的话你可以用拖曳字元啦 反斜线t 反斜线t就是我们按那个tab的键一样的道理 那最后的话呢 每结束一个这边的话就让它换行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 结束的话 那换行的话 特别是我们前面讲过拖曳字元反形线N嘛 就是可以让它换行 所以这一题的话 复杂度还蛮高的哦 可能要稍微动一点脑筋哦 你要怎么样刚刚好 可以让它输出就是一个九九乘八表 那里面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分阶段哦 因为这一次要做完可能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可以先输出单纜 那单纜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先 追先预设值是给1好了 所以后面那个数字是追 前面这个数字是i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第一个哦 也许先建一个第一阶段的那个 像这 第一阶段也许我们再开一个新的好了 假设我今天 新的那个module 这个module的话 那也许是一个for的九乘九好了 假设我今天呢 这是99好了 假设这样 那我第一个的话 这边它template 你可以把它cancel掉了 因为它会给你一个范本 不需要 那接下来的话呢 也许我们可以先让它追 等于1好了 意思后面那个数字是先为1好了 那我要跑什么 我要先跑出这样的结果 1乘1等于1 后面这个数字都固定 这个前面的固定就是i 这个是最后相乘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先 先j等于1 然后呢再来什么 for 给它for一个围圈 for i in 那后面当然你可以一个小刮虎 或中刮虎都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跑那个1到9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用range range 我要1到9 所以这边的话 1到10 然后一个冒号 ok 那我要做什么呢 输出什么东西呢 所以把它print 其实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print出来 那print你要想说 那我要刚好1乘1等于1的话 这里面的话怎么样去串接 所以最后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你可以 如果 i ok 那再来就是 J可能要再把它加进来 两个把它拼凑在一起 底下有大概参考的这个说明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continue 第一个continue 第二个的话break 先把它试试看 那我的经验是 我用continue的机会 好像真的蛮少的 但至少你要知道 它的意思 如果你设立一个逻辑 如果那个逻辑为true的时候 它就不会执行下面的累加的动作 所以我那边有弄一个 用person 其实就是求于数 除以2等于0的话 表示是能够被2整除 就是偶数 偶数的话就continue就跳过 所以后面累加的结果 当然就会是 那个单数的累加结果 可以试一下 那这部分做完之后 再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一个 那个90乘法表 前面的数字是i 后面的数字是j 好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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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